嗨大家我是哲學教練 這一集是我們JPLUS 計畫的 調整完人身體之後 接下來第三集就是進入到車子的調整 所以今天特別來找到了志祥 然後我們現在在waypoint 就是鐵人兵工廠 我們今天要來重新fitting設定一下 就是我的腳踏車的設置 因為其實我上次fitting好像已經有點久了 大概是接近一年 快一年前 所以想說以現在的狀態 然後重新調整一下騎乘的姿勢 看一下跟之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對 所以今天就要拜託你了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fitting吧 嗨大家好 那待會我會跟大家介紹 fitting會使用到的一些器材 那我們會先需要一台電腦 因為我們是用3D動態的程式 來讓大家可以了解他身體的數據 所以我們需要一台電腦 那接下來就是會連接的攝影機 攝影機它可以捕捉 我們貼的一些感光點 然後來讓這個數據更加的動態 更加的仔細 除了這些比較高科技的器材以外 還會需要一個紅外線的光速 因為它是可以取得到一些水平的線圖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清楚說 實際的腳在什麼位置上 然後再來會需要一個比較高端 我覺得它比較高端的模擬車 因為它可以比較迅速的調整 座高啊 手把的位置 還有它的趨屏的長度 那可以讓每個人都可以很快速的達到它最需要的位置 好 因為我上次是用直接車子調整 所以這是直接用 沒有試過模擬車 對沒有試過模擬車 來嘗試一下 那我們就第一開始要做什麼事情嗎 一開始我們還是會先身體評估 因為還是要先了解你的身體狀況 然後還有一些敘述 比如說你可能會腰痠 腳痛 或是腳麻 我騎到最近就是我騎的比較長程 我大概都是肩膀會比較疲勞 跟屁股蠻麻的 我不知道屁股蠻麻跟坐墊或是椅子有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就是騎到後面會覺得下面很麻這樣 會還是有關係 因為身體就五個支點會在車子上 屁股跟雙手雙腳 所以我們會針對你的主速來做這些的調整 OK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什麼 我們要去樓下 來做我們的身體評估 好OK 第一個動作我希望你坐著 OK 好 第一個動作比較簡單 它會直立站起來這樣 手可以幫忙直 左右的距離想像就是坐在坐墊上 OK 那我們應該檢查的流程完畢了 我有特別差很多的地方嗎 不會 但是有活動度沒有到很好 但是這個差別我覺得不好 但是沒有到有差異 就不會說特別的有需要注意 就只是單純你要兩邊都一起加強 活動度不好 會不會是我前幾天 去參加你們那個開幕之後 全身痠痛到現在腳還在痠 有關係 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看拇指球跟小拇指外側做一個貼點 那就可以知道一下 他的腳的腳型 有可能兩腳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初步抓一下扣片的位置 好 接下來我們已經做完卡鞋的部分 我們就會貼上的點點 這個感光點 那我們的攝影機就會捕捉這個動態的位置 就是握你平常就習慣了 對 位置 太難 我覺得有比較不會被往內拉了 然後 坐也很偏高 右腳還是比較扎實 左腳感覺還是空空的 踩到這裡 往後就不見了 就我右腳可以踩到底 但是左腳 小拇指的那個 感覺不一樣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這樣 還是右腳扎實 後大腿比較酸 比較酸 調完後大腿 比較吃力 感覺上 這邊 就這裡 比較有感覺 右腳就不會 這個位置跟前一個就好一點 對 這個感覺好一點 我幫你調極 極限一點 極限一點 好 就是現在是比較OK的 但是我們調一個極限 是不是你會比較適合那個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 就是我的卡鞋下面的扣片 調整位置 因為這雙卡鞋其實是 上一次我fitting之後才新添購的 所以 它現在的位置跟我之前fitting的狀態 是不太一樣 我自己有隨便 模擬一下我之前的鞋子裝 但是我覺得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 先從那個卡鞋的部分開始 調整完 應該只會調整其他地方 繼續 感覺一下 我覺得這超麻煩 每次都是這個調最久 如果是你有給人家fitting 那開始 前30分鐘很OK 然後到後面的可能騎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開始外騎覺得不太舒服的話 我覺得那個比較像是需要訓練的 因為 如果你一開始就騎30分鐘就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可以針對設定來做調整 但如果說你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那個長距離下來累積的疲勞 我覺得那個 可能是需要多一點騎乘的時間 來讓它去提升的 剛剛已經把卡鞋都搞定 那接下來我們往上到坐墊的位置 因為坐墊也是 就是Rider覺得最care的部分 對 所以就我們再把坐墊的位置 不管是傾腳或是前後或是上下 把它搞定 好 好 現在覺得屁股沒有 有點往前推 所以我踩下去的感覺是 沒有剛剛大腿後側吃那麼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左邊大腿的內側 然後有覺得比較緩解一點 沒有那麼覺得 吃的力量很重這樣 沒那麼前後就是一部分 降起來 應該是比較後面的 所以手很可能 還好 我覺得還是滿撐的 其實還是都要頂著這邊 這樣感覺其實也跟訓練差不多 因為他都要我一次踩可能三到五分鐘 然後強度其實也不低啦 但是感受一下真的比較接近騎乘感受的時候 設定的動作跟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可能設定上會踩得很輕鬆 但你跟實際騎乘的路感會不太一樣 所以剛有點強度騎起來會比較 真的像真的騎車的感覺 現在我們就已經把整個設定都已經完成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待會會把你的跟動的內容跟我們的祭司說 像你跟動內容大概是坐墊的位置 其實這個對於車子來說不會說跟動太多 剛才看過手把的部分也不需要換龍頭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比較簡單處理的 所以就微調一下 等一下就把椅子到我實車上面 對 就讓你上訓練台 然後再踩一下看看實際的過程如何 OK 好 那我們找計實線 我們終於把我們重新fitting的設定 已經移植到我們車上了 而且還換了前面的手把 對 換把手 就是 空力把 空力把 對對對對 然後改成圓把 然後椅子我也換回 就是我原本上一次做的 想說再騎一次看看 因為我就是上次騎完北高之後 其實屁股超痛 就是交叉比對 對對對 再感受一下 然後反正身體會說話 我們就看一下到底哪一個騎完比較OK 所以感謝三母街幫我全部重新再來調整一次 接下來我就準備 再次去挑戰 也就是這個週末 要去挑戰的雙塔 喔 感謝 520耶 520 雙塔520 87個小時 應該不會這麼久啦 4小時就夠 對啊 好啊 那我們就騎完 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我們騎乘的心得 下一集應該會來測一下FTP 喔 很好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 下一集見 希望你不要在旁邊一直盯著 我會壓力很大 我會幫你喊 幫你吶喊啊 快點 還有很久 快點 15分鐘 20分鐘 眼一閉牙一咬就過去了 糟練 我覺得20分鐘超久 好啦 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會拍攝 這集 很厲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